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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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共守兼备 倒是杀战好手 可惜这般羽人斗法 却是差了一筹 这小姑娘却是有些古怪 一旦开战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身本领究竟从何而来 不过 有眼下这三人所为班底 收拾些寻常毛贼 倒是不在华夏了 她是什么实力 老沈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恩主 此人全身筋骨大成 应该是巅峰武师 已经开始锻炼内脏 却并没有练得内外一体的 真正先天境界 否则的话 今天我们非死在这里不可呀 已经开始向先天境界 迈进的巅峰武师吗 这样的高手 却来到毒妇门下为奴 这毒妇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小剑种 偷偷修炼道朔 宝藏祸心 你还真是与那剑妇圣母 一个德行 你说什么 莫以为你有大夫人撑腰 我就无法处置于你 小剑种 你那剑妇圣母 堂堂太上道圣女孟彬云 都斗不过夫人 我且看你今日如何收场 太上道 圣女 娘 好啊 好啊 那你来说说 今日该怎样收场 铁柱 好 今日爷爷认贼了 当初那剑妇一败涂地 夫人就不该一时手软留下你 要不然 哪轮得到你这样嚣张 你说我娘是被那毒妇所害 可不是 有本事你去报仇啊 想借我杀了你 再去找那毒妇寻仇 好让她有道理对付我 你有如此忠心 为何要给那毒妇当狗 小剑妇 夫人何等神仙人物 挺会为爷爷报仇 送你去见孟彬鸣的贱人的 你害我在先 就别怪我清理门户了 老神 此人交给你了 废了他的修为 你是 此人以奴欺主 强强主人钱财 口容主人羡慕 万律当斩 铁柱 看好的 我出去一趟 是 驾 驾 大千律法 并不阻止血亲复仇 若是我实力够强 我大可直接冲进侯府 寻拿毒妇问个清楚 尤其是莫要接触那些 怪力乱神之人 带你回来 娘 侄子 迟早有一天 我会弄个水落石抽 驾 什么人 我找震南公主 原来是红公子 公主正在院里练剑 您请进 原来是红公子 公主正在院里练剑 您请进 红叶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公主 我有一事相求 我们是之交好友 用得着这么客气 事情 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 紫月 一会儿你去找赵涵 把那小孽症的义举一动告诉我 是 夫人 夫人 我好了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没有规矩 夫人 刚刚欲经福音 拆了牙衣过来 说是我们侯府的赵涵 抢夺主人钱财 行凶逃跑 被赵涵公主 护一当场拿下 现在大楼 已经定案了 什么 公主 公主 红公子 那三位客人的户籍办好了 谢公主 对了 有关我母亲和太商道 公主知道多少 等你修成鬼仙之日 自然会知道真相 当下你得罪了大夫人 需要找个靠山 你可有人选 我现在可是星科界员 我想 很快就会有人来找我了 公主殿下 红奕和的何能 屡次得公主殿下相助 当真是无以为报 既然知道无以为报 就不着急报了 我此去归国 说不得什么时候又见面了 你且记住 早日离开此地 谢公主殿下提点 此区路途遥远 红奕此前淋了一本经册 若不嫌弃 可以独知氧气 有心了 公主有礼了 听闻公主即将离京 景某特来见兴 红公子也在 正好倒是省得景某 再跑一趟红府了 小李过宫有礼了 可是有事要寻红某 红公子 你如今可是炙手可热啊 实不相瞒 豫亲王今日设宴 宴请京中几位青年才俊 也想请你过府一叙 你不许